大家好,我是Din 昨天今天我接到很多网友们的私讯问 Aspan宁宁是不是因为开设了微博账号 所以在韩网被骂 嗯,虽然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但在韩网确实是引起了热议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终于开始了 做微博,设立工作室,中国活动活跃 疏忽韩国活动 我还以为做错了什么呢 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就有了一千多个留言引起热议 太惊人了 这留言们都疯掉了吗 因为是中国人所以能理解开设微博账号 黑粉们真的是疯了 这个韩国爱豆开设账号一样吗 你们是没脑子吗 没有微博账号就不说了 有了账号就很难不转发有关共产党 或者是抗美援朝的贴文了 等真的发生什么事了后再黑吧 你们真的是吃饱饭没事做了 只是玩微博不是什么问题 但是中国网友们只要一发生什么事情 就会出征没有发文的艺人 他能坚持不发吗 没有账号的话还可以找个借口 现在不行了 为什么要开设账号呢 这次6月15号看他上传什么就马上能知道了 虽然能预想到结果 真的希望不是 我对宁宁的好感渐渐上升 我本命最近也很忙出演很多节目 真的很幸福 成员不多 如果真的出事的话 马上就会被冷冻的 我犯FX的时候就经历过了 怎么又犯上SM的歌手了呢 总结一下就是 很多韩国网友们粉丝们都是在担心 宁宁可能会上传转发一些 让韩国粉丝们相信的事情 所以对于ESPA宁宁开设微博账号 在韩网引起热议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嫌自己被判12年太冤枉而上诉的他 今天釜山高等法院在上诉审判他20年的有期徒刑了 法官表示 嫌犯的犯罪行为不是单纯的暴力 而是为了性侵的暴力 希望他再上诉 下次判他30年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爱豆跟演员非常自然的舞台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标题 我们就直接看看吧 i know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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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玩真的是演技的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